谁听代库他那些字 先听一点音乐 再开始学习 那么刚才我们播放了两段音乐 那么本节课我们讲的就是这个AI音乐 那您成为自媒体流量之王 本节课我们主要讲两种 第一种是通过修改原声 那AI模型演唱 例如part1使用的是动漫角色 小兰的这个模型 那么第二种就是你自己演唱 让AI模型克隆你的演唱风格 例如这一个我刚才自己改编的这个歌词 关于声音克隆模型的这个训练 在这里有很多声音克隆的这个软件 包括一分钟克隆声音 但是这样的效果并不好 无法达到 这样的一个完美的一个效果 那么是经过我本人的一个多次的一个测试 那么现在我们开始讲解如何进行模型训练 训练之前我们需要先安装下面的一个支持 首先你要安装这一个 那么安装这一个的话 你只需要安装最新的版本即可 然后我们需要开始准备 首先你需要安装这一个 当然我也会提供这个下载包 你直接将这个下载包复制到C盘 然后为它添加这个变量 那么现在我们来演示一下 首先我们将它放到C盘的这个目录 然后我们将这个目录给它复制 打开你的电脑 这里有一个高级系统设置 我们在这里点击这个环境变量 然后点击环境变量之后 我们在这里点击新键 我们输入刚才的这个目录器 当然我已经添加了 然后我们添加完毕 我们在这里同样的找到这一个 然后我们给它新键 然后给它添加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打开CMD 输入这样的一个命令 那么我的版本是12.4 我们在这里可以选择这个12.4 这个版本 当然如果你的版本 你可以选择与它接近的这个版本 那么我们可以选择这个12.4 然后我们将这样的一个命令 给它复制一下 我们在这里直接将这样的一个命令 运行进行安装 那么安装完毕之后 我们再打开这样的一个网站 我们可以找到这个下载按钮 我们点击进去 那么现在 如果你刚才安装的是12.4的话 那么这里你对应 也要安装12.4的版本 如果你刚才安装的是12.1的话 那么你这里也要安装 对应的12.1的一个版本 那么我们可以点击这里 进到逆时版本 那么在这里 我们可以直接下载这个12.4 也就是这个即可 我们可以点击进去 然后选择Windows 选择你的系统版本 然后选择这个 然后进行下载安装即可 那么我也会提供对应的这个学习文档 那么安装完毕之后 我们打开CMD 我们输入这样的一个命令进行检查 我们在这里输入 那么我们输入完毕之后 它显示了对应的这一个信息 那么就代表安装成功 安装成功之后 然后我们打开它的这个软件的一个目录 我们找到这样的一个文件 然后我们可以在CMD输入这样的一个命令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些文件的这个内容 我们只需要在这里输入CMD 然后输入这样的一个单词 我们将这个单词给它复制进去 然后进行运行即可 然后我们需要下载安装这个软件 也就是这个 那么在这里 我们选择安装这个C++桌面开发 点击这个选项进行安装即可 我们可以直接安装到C盘的默认目录 那么当你完成上面的这一些软件的一个安装 那么你就可以开始模型训练 那么首先我们今天讲解这个拆分 也就是提取音频以及人声 我们还是我们要使用这个UVR这个软件 我们双击运行 在这里选择你的歌曲 然后这里是选择你的输出目录 我们在这里选择这一个 然后是1102430 那么我们选择的模型是这样的一个模型 那么如果你没有的话可以下载一下 那么如何下载呢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按钮 然后这里有一个 下载选项 那么你可以直接在这里选择 我们点击这里 然后点击这里 然后选择你需要的这个模型文件即可 将它这个模型下载 然后我们讲解一下这个 那么这个打勾的话是提取它的背景音乐 那么下面这个是提取它的人声文件 也就是人声音频 一些歌词啊 对吧 那么这个就是旋律 我们只需要点击这个运行按钮即可 那么提取完毕之后啊 提取完毕之后它会输出两个文件 一个这个是人声啊 也就是歌词之类的 那么这个就是背景音乐 我们点击这个启动 启动之后会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界面 那么我们在这里选择对应的一个模型 那么这个模型是我训练好了的 那么我们可以选择这个模型 我们等一下再讲如何训练这样的一个模型 我们选择这个配置文件 那么配置文件我也是设置好了的 你只需要导入啊 这个配置文件即可 然后我们选择这个加载模型 加载模型之后 我们可以在这里上传音频 也可以使用文字转语语音功能 那么我们在这里上传我们对应的这个音频 我们选择这样的一个人声文件 我们选择这样的一个人声文件 好 我们先听一下 那么这是来自圣斗士新时的一个主题曲 我们直接点击音频转换 那么相关的这个设置 你可以参考我的这个设置 好 我们现在听一下音乐 那么它的这个声音 它的这个声音已经从这个圣斗士新时的这个声音转成了这个动漫人物小兰的声音 那么这就是转换声音的一个方法 那么如何去转换自己的声音呢 首先你要通过录音软件 录制你自己演唱的这个歌词 然后将它导入到 这个简旗软件之中 那么这第二段就是我通过修改歌词来达到的一个效果 那么同样的你只需要把你自己录制好的这一个声音给它上传 也就是导入进去 或者是使用这样的一个麦克风输入 也可以进行一个录音 录音完毕之后 点击这个音频转换 然后选择这里的一个下载功能 进行下载即可 那么一定要注意一点 如果你是男人的这个声音 你要转声这个女声的话 你就要降低一个12度 那么如果你是 也就是这个女的转男的一般情况下 我们要 如果这个模型是女的 那么你是一个男人的这个声音 那么一般情况下 我们是要提高 它的这个8度 那么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一个提高 我们只需要在这里输入4 或者是8 或者是12都可以 那么现在我们来讲解一下 这个训练 我们点击这个识别数据集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目录 那么这个目录就是 我们需要将一些音频文件 给它导入的一个目录 那么现在里面的一个文件 是一个空的 那么比方说 我们想训练这个圣斗式新史的这个模型 也就是刚才我们演唱的这个原唱 那么我们需要将它的这个人声 我们需要将它这个人声文件给它复制一下 然后我们打开这样的一个音频拆分 音频切分这个软件 然后我们将这个音频切分这个软件 给它也就是这个声音给它导入进来 当然如果你有多条这个音频的话 同样的也可以给它导入进来 最好保证这样的一个人声文件 它的声音是一个很干脆 没有任何杂音 然后我们导选择这个输出目录 我们只需要将这个输出目录 给它选择这个 然后我们点击运行 那么运行完毕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它会自动对这些音频进行一个细小的一个切分 那么这就是我们准备的 音频素材 那么一般音频素材的话 根据我个人的经验 那么三分钟的这个音频文件 就可以训练一个人声大模型 然后现在我们还是点击这个识别数据集 我们点击数据预处理 那么它提示这个有可能会导致错误 是因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拆分的这个音频 它是有下横线 有下滑线 我们可以把这个下滑线给它改一下 那么你可以改成这个1点 对吧 这个名字或者是2点 按照这样的一个名字给它进行一个修改 那么当我们达到这个百分之百之后 它就处理完毕 处理完毕之后 我们就要进行模型的训练 那么在这里 我们一般设置为200 800 这里我们设置为3 然后批量大小是根据你的显存进行一个设置 那么6G的话建议是设置为4 那么根据你自己的一个需要进行一个设置 然后这里我们设置为这个数值 我们选择这个 然后这里选择这个 其他的按照我的这个参数进行一个设置 你唯一要注意修改的是这一个内容 以及这样一个内容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从头开始训练 我们只需要训练 也就是训练这一个就可以了 我们不需要训练这一个扩展模型 我们只需要点击这个 然后我们看一下 那么现在它就正 再开始训练 那么这是第二步 这是第三步 那么然后因为我设置的是 每200步 保 啊 生成一个评估日志 每800步 保存一个模型 那么训练完毕之后 这些模型会保存到哪里呢 我们也可以按住 我们也可以按住 Country加C键进行一个中止 中止之后 下次如果你想要继续训练的话 你就点击这一个继续上一次训练进度即可 那么训练完毕之后的这个模型 它会保存到这样的一个目录下 那么根据你的这个旁扶 那么你的这个旁扶的话 应该也是啊 也是这样子的 那么哪一个是这个训练好的一个模型呢 它会训练很多很多啊 这样的一个模型 你只需要选择最后一个即可 最后一个步数 它会上面显示步数的 然后比方说 如果这一个是最后的模型 你只需要将这一个模型复制 那么将你的模型保存到这一个目录下 然后进行一个粘贴 下次啊 再使用的话 你就可以给它选择这样的一个模型 当然你也可以给这个模型修改一个名称 那么我们可以把啊 就是保存之后 我们可以把这些模型给它删除掉 但是一定要注意 你不能删除的 也就是不能删除这些内容 这些内容是一定不能删除的 你能删除的内容就是这一个 后面后缀有点 pth 这样的一个后缀 你可以将这些文件啊 模型文件给它删除 同样的 在这个目录下 也会保留你训练的一个历史记录 那么如果你把 你的这个啊 这个目录 那么如果你把这个模型已经保存到刚才的啊 这个大模型的目录之后 你可以把这样的一个给它删除掉 那么它这个是一个备份 那么本期课程就到这里 那是一个小时代的 我们可以想说 我可以关注你 现在是一个